东北的仙女虾就长这样 跳进千年古泉里 没想到还发现意外惊喜 自从我在泉里捞一把碎草 不仅有活蹦乱跳的仙女虾 还有像狮子一样的虫子 这个是不是龙王三胎子啊 还发现了一只水下刀斧手 他的大铲子要锁定猎物 那个猎物就差事难逃 最后只能成为他的盘农之铲 还发现了水下幽灵 父子春 看看他装死的样子 真像一个木乃一役 让我跳进千年泉岸里 探索一下水下世界 我刚一进去里它都是水草的根 让我往前走 接近泉水的尽头 就在前面发现了一条鱼 它正往水漏的那里游呢 又在这时出现了一道黑眼 顿时水里一压浑了 这条鱼居然不见了 它是不是从这条水漏的上去了 然后马上到泉岸的尽头 就是泉岸出水的地方 看看那条鱼跑哪去了 终于找到那条鱼了 它们的旁边还不少同类呢 它们原来是柳根鱼 老弟们 它们为什么在泉岸的出水口呢 有两条鱼好像也在想吃的 那条鱼就是冒水的地方 那个鱼鳄鱼可能把它们当成窝了 老铁们下次来 我给它们带点什么好吃的呢 有好多朋友说我咋录制水下的 这就是我的摄像头 挖挖挖前卖的 这摄像头 这也是 这一带光阳的 往上木头嘎的一下 这就是一个缺眼啊 进去